今年到中国发展的前女团F4成员 刘乐妍10号被爆出 她从中国天津返台后 住进了台北医大附设医院的家户病房 不过详细原因不得而知 但日前有立委提倡要修健保法 拒绝滥用健保资源的皇安们 当时刘乐妍听到消息 就发文表示 在中国都可以申请当地的五险医金 陆批修法师烂招 还直言自己很相信中国医疗 言论引起轩然大波 不过这回刘乐妍生了病 却飞往台湾住院使用健保 经济党立委陈不韦就在脸书上发文 只说快讯中华民国国民刘乐妍 返回台湾使用健保 还很酸没事一切合法 还有消息指出 刘乐妍在中国曾经与武汉肺炎的确诊病患 有过近距离接触 不过这些消息 院方基于病人的隐私无法透露 只是她长期不在台湾 却又在生病时返台就医 也引来各界不少踏法声浪 感谢您的观看